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生下她之后就弃她而去 41年之后黄先生开始寻找自己的母亲 也揭开了母亲身后的一段秘密 原来母亲当年是被拐卖到浙江的 那么这对母子能不能重逢呢 更多的内容稍后为您带来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线发布 10月26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救援嫌条例 条例于2018年10月27号起实行 消防救援嫌是专门为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设立的一种嫌疾 消防救援嫌授予对象为 纳入国家行政编制 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 统一领导管理的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职人员 除此之外 近期国务院还将出台 消防救援嫌试养和佩戴办法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受贤工作 将随着转制人员 职级套改 换装等陆续展开 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 这起由建议勇为而引发的诉讼 2016年的12月份 浙江宁波的沈先生 为了救一名姓吴的女士不幸身亡 她的行为被认定是见义勇为 但是去年沈先生的母亲 却把这个吴女士告上了法庭 那这是为什么呢 今年已经74岁的黎老太太 每当想起儿子的离世 都伤心地不能自疑 在她看来 儿子是为了救人 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一切还要从2016年 12月12号的那个晚上说起 我预母啊 她是16年12月12号晚上 11点钟的时候 她已经睡觉了 那她儿子的一个朋友 打电话过来 过来那么说阿维拉那个救人 自己呢现在还没有找到 原告李老太太年岁已高 不愿再过多提起伤心事 关于儿子沈志卫的身后事 基本上都是女婿在操持 她向我们讲述了事发时的情况 就是说被救的人已经救上来了 她自己呢还没有上来 到现在没有上来 有边防的船 余政余剑都有在那个寻找 母女士被救上了案 沈志卫却不见踪影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天晚上呢就是说那个女士啊 打电话给那个沈志卫 她叫她呢 这个渔船上去寄她回来 母女士家经营的渔船 事发当天 她家渔船的停泊位置 与码头有一定的距离 出发和上岸都需要小船接送 沈志卫平日里驾驶小船 做一些渔船到码头的 往返接驳生意 她和母女士相识多年 事发当晚 母女士给沈志卫 打了通电话 让她来接自己上岸 因为关系比较好 所以是二话买手呢 九点钟的时候呢 她就是出去接她了 那个时候沈志卫驾驶了小船 向母女士的渔船驶去 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意外发生了 那她全岸还没有到的时候呢 母女士就掉下去 掉下去然后母女士 穿上来的时候呢 她看到她了 她马上就跳下去救她了 沈志卫在事发时 头上带着灯 头灯发出的光 在黑暗中忽隐忽现 风声海浪里 还传出两人的呼救声 附近一艘小船上的船工 注意到了沈志卫和母女士 这边的异常动静 小船过去救她们 去救她们刚好 母女士可能静一点 把母女士先救上来了 然后就掉个头去 救二位的时候 不见她的人了 因为她已经静疲力进了 这是海上 不是河上 沈志卫跳海救人 自己却消失在冰冷的海水中 有人发现后报警 当地石浦边防派出所等部门 开展了失救打捞 但是没有能找到沈志卫 2017年5月 经石浦镇政府举荐 沈志卫跳海救人之举 被象山县公安局认定为建议勇为 同年11月 象山县政府发文 对沈志卫建议勇为的行为 进行了表彰 沈志卫被评为2017年度 象山县建议勇为 先进个人计三等功 这些让她的母亲 李老太太从精神上得到了慰藉 但是她心里面始终有一个结 因为事发之后 被救的吴女士 一直没有与她联系过 她呢也没来看过我的预谋 没看过 一次都没 到现在都没来过 也没有说去那个感谢的话 都没有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太太由最初的寒心变成了气愤 于是她来到了法院 起诉了吴女士 向吴女士索赔 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各项费用 百万余元的50% 共计57万余元 但是被告代理人认为 沈志卫的行为 并不是建议勇为 而是作为成员人应尽的义务 死者是驾驶员 被告是乘客 死者对被告是有遇险时救助的义务的 除此之外 关于吴女士是否是沈志卫 建议勇为行为的受益人 也是庭审的焦点之一 而原告方认为 沈志卫在这次救助中付出了生命 虽然最终没有能救出吴女士 但是沈志卫的行动 让吴女士有了更大的生存几率 正是因为林女士二字的 建议勇行 才赢得了临船船航 施救吴女士的宝贝事件 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吴女士在本案中的不胜落海 未尽到自身注意安全的责任 对此存在较大的过错 自身应当承担较较大责任 法院判决吴女士补偿原告死亡赔偿金 三葬费等共计25万元 另补偿精神损害护慰金1万元 共计26万元 一审宣判后 原被告双方表示不服提起上诉 2018年4月 二审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 在这个案子里面的话 双方当事人应该说都没有侵权啊 违约啊或者违法这样的过错的行为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双方都是一个意外事件的受害者 根据整个事件发生的这个经过 最终救助的结果 以及双方也考虑到双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 一审反正确定的是26万 我们认为这个数额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没有明显的偏高或者偏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审判决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 最终维持远判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刘洪辉 刘律师您好 您好 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判决 如何解读它 我比较认同小编农法官的观点 我们认为啊 建有为不一定非需要付出生命代价 那么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刻 跳入大海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的 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呢 这沈先生啊 是属于成运人的身份 那么成运人与乘客之间 是属于客运合同关系 那么如果对乘客提供的运输服务 有瑕疵 而导致乘客伤亡的 那么成运人不但有救助的义务 而且啊 还要对乘客的损害 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如果伤亡是乘客自身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乘客存在着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 那么成运人啊 是不承担责任的 而且啊 在这种情况下 因救助乘客所遭受的损失 还可以啊 依法主张补偿 这就是我们法理上所讲的 无营管理的受益人补偿原则 而本案中呢 这吴女士啊 正是受益人 那么所以法院判解吴女士 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予相应的补偿 是符合法律规定 和保护建议永违的法的精神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漆黑的夜晚 面对着冰冷刺骨的海水 我们的沈先生勇敢地跳了下去 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称赞 法律可以来解决责任的划分 但是我想对于吴女士来讲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那就是做人的良知 其实那个老太太要的并不多 接下来我们聊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关于这个网购 遭遇到虚假宣传促销的事 广州的郑先生呢 他在网购的时候发现 商家呢承诺的折扣价 并没有兑现 他会怎么办 广州的郑先生今年7月8号 要给孩子购买纸尿裤 于是他就打开了天猫超市 寻找合适的产品 很快他发现 有一个商家准备搞促销活动 这个促销信息就是说 在7月10号的零点 就有一个团购活动 然后前5分钟呢 就有一个促销活动 就是说是前5分钟付款 然后每箱呢就是39块9 然后这个价格我们觉得 也是挺划算的 原价要189元的植尿裤 促销抢购价只要39.9元 郑先生觉得很划算 于是他就把这个产品 放入了购物车 还把这个抢购信息 发给了亲戚朋友 要他们一起抢购 7月9号晚 郑先生守候在电脑前 一直等到夜里12点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坚持 就熬夜到了这个 10号的零点 然后10号零点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打开购物车 他在支付的时候 我一发现这个支付不了了 支付不了的话呢 然后就赶快就看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呢一看他那个购物车里面 就是他下面的那个信息 就变成了这个 团团的开团时间 变成了这个7月10号的上午的10点 郑先生以为商家促销时间 临时变更为7月10号上午10点了 于是10号上午10点 郑先生再次打开网页 发现可以正常支付了 但是价格却并不是促销价 然后这个就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到付款环节为止的话呢 然后发现他这个价格呢 没有变 就是189块钱 就没有出现 就是说前5分钟 这个39块9的这个优惠价格 郑先生认为 商家出尔反尔不守诚信 后来多次跟客服沟通 均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后来的话呢 因为我跟他也有多次的沟通 后来他也有两次电话 两次电话的这个 后续给的这个方案 还是就是说补偿50块钱的 这个天国购物券 来了结此事 但是这个的话呢 我心里总觉得 对消费者不是非常的公平 所以呢 就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一直就说 寻找一些途径 看天国能不能有一个 达成一个 就让我满意的一个结果 郑先生的这种遭遇呢 也许您也遇到过 您会怎么办呢 摇摇头觉得无奈 说自己倒霉等等 但是郑先生 人家没有打算 这事就了了 他登陆了广州互联网法院的网站 起诉商家 他要求索赔议员 要求商家赔礼道歉 通过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形式 也能够跟天猫 就是说通过法律 来就是做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 就是看这个 到底是谁有这方面的责任 就是到底是说 我做一个消费者 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责任 还是说天猫 他确实在这个 营销活动中 没有批行他的这样一个责任 郑先生在网上提交了起诉状后不久 案件就获得了立案 这起案件 作为广州互联网法院 揭牌后的第一起案件 公开开庭审理 郑先生也是在家里的电脑前 参加了这次庭审 最终经过法院的审理 法院认为商家的行为 并不构成欺诈 但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损害了郑先生的信赖利益 判决赔偿郑先生议员 但赔礼道歉诉求 未获支持 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 三家互联网法院 分别位于北京 杭州 广州 将专门审理设互联网案件 应该说极大的方便 因为它完全入不储户 就可以完成诉讼 因为我们的诉讼平台 是一直是开放的 它随时可以登陆 我们的互联网平台进行立案 二十四小时是不打烊的 这确实是新鲜事 也确实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继续来联系 我们的特级评论员刘洪辉 刘律师你好 你好 其实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有结果了 就是赔一块钱 但是不赔礼道歉 没有支持这个诉讼 可是我又看到 其实有很多网友 对这个事情的评论说 其实这个一块钱不重要 赔礼道歉更重要 您是怎么样解读这个结果呢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精英者提供了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最高是可以判处三倍赔偿的 但商家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则是认定案件的关键问题 那么像本案这样 仅仅是没有按照承诺的时间 和价格进行销售 这种情况 因为没有形成 事实上的浮衡关系 所以确实比较难以认定为欺诈 当然了 像商家这种用搞触焦 又出尔反尔的套路 来吸引消费者眼球 我想那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其实通过电商平台购物 诟病最多的就是这假冒伪劣 和虚假宣传的问题 不过呢 有一个好消息 明年1月1号 电子商务法将正式生效实施 这部新法呢 对于网购平台责任 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比如说 这电商平台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平台销售的商品 不和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或者有其他侵犯消失者 权益的行为 那么如果说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 那么要与平台经纪者 承担连带责任的 对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的立法者 对于从保护消费者 和规范电商平台 都做了充分的考虑 所以我们希望 这部法律能够好的 保护消费者权益 能够更好地 使得我们这个电子商务 合法地 健康地 有序地去发展 我们谢谢刘律师 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在屏幕下方 可以看到 我们的二维码和电子邮箱 通过这样的方式 您如果有好的新闻线索 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简讯 以加强国际警务合作 共保北京冬奥安全为主题的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安保经验交流会议 10月25号至26号 在北京举行 会议围绕 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期间 反恐处突 及外国人管理服务 举办大型活动期间 城市安全运行 冬奥场馆专项安保 冬奥安保科技保障 和警务合作 四个主题进行交流 俄罗斯 加拿大 韩国等 九个国家的警务部门 和国际奥委会 国际刑警组织 分别派出国家和城市 警务部门首脑 安保专家 及有关代表 参加了此次会议 热切十二直播继续 接下来的事件主题是寻亲 23年前年幼的张杰 因为父母的疏忽 结果他被人拐走了 23年之后 正在狱中服刑的张杰 在警方的帮助之下 居然找到了 自己的亲生父母 认亲成功了 那么就在前几天 他刑满释放的这一天 他的亲人跨越千里 来接他回家 早上八天中 王华群便带着 自己的小儿子张华 早中来到了 乔斯监狱的大门前 他们在等待着 大儿子张杰的出现 早就说我要不来接回家 他以前那么可怜 在外面留了那么多年 现在接回家 跟我们一起生活嘛 赶紧出来 现在心情都很焦急地等待 王华群一家 来自1800公里外的四川成都 他们特意赶到杭州 是为了迎接大儿子张杰出狱 在过去的整整23年里 能找到儿子 始终是他们一家人 最大的心愿 自己心里很难受 都是我自己没有把它看好 1995年 张军和王华群夫妇 在昆明开了一家门市 一天 王华群将儿子张杰放在店面门口 自己出去买菜 回来时却发现 孩子丢了 我们父亲呢 全部 在城都过去做打工的 全部通知 都在小孩 贴了寻生骑士 用了上千张的寻生骑士工人嘛 到处去散发 到处去张贴 一天一夜地寻找后 仍然没有找到张杰 第二天 王华群夫妇向当地警方报了案 在随后的日子里 他们几乎走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 只要见人就问 但是却始终没有儿子的消息 死的信都有了 真想去死了算了孩子也丢了 钱也没找孩子也丢了 但是心情很糟糕的 当时已经 23年来 王华群夫妇始终在坚持 寻找儿子张杰的下落 而在这期间 被拐卖到安徽宿州的张杰 却因为缺少家人的关爱 又和养父关系紧张 迷上了网络游戏 为了筹钱去网吧 他多次因盗窃入狱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就是用上网游戏 出来之后 就感觉这个毛病改不了了 就一直喜欢上网游戏 有一有二有三 2018年1月 四川省公安厅民警发现 正在杭州服刑的张倩倩 与张军 王华群夫妇的 DNA匹配程度极高 极有可能就是 已经被拐23年的张杰 后来我们就安排民警 专门从成都飞到杭州来 在监狱里面采了这个孩子的血 入库以后马上就比重上了 这次来就是接这个孩子 获得新生的这一天 姓名 三千千 出三十七 九二年六月五日 户籍地 而户省出生事 这一圈的字啊 现在恭喜你啊 新生了 自从今年六月份 与亲生父母在监狱相认之后 一向沉默寡言的张杰 变得乐观开朗起来 他开始期待着 能够走出这扇铁门 和父母一起回家 欢迎回来啊 在成都双流机场 圆梦接近的志愿者们 早已经在等待着 张杰母子的归来 而在张杰和母亲 抵达成都的前一天 父亲张军和十里八村的 亲朋好友们 就已经忙活了起来 他们正在为张杰的归来 做了准备 想象中有什么印象 对成都 那个想象中 没什么印象 我去过这个城市 本来就不多啊 所以就 这个地方比我们南京好多了 好多了肯定吧 成都是个大城市 就开一下 慢一点慢一点 来 上街 妈也回家 切根了我 时隔23年 跨越1800多公里 在打拐民警 和圆梦接近的帮助下 张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 一二三 欢迎回家 虽然张杰有着坎坎曲折的过去 但是看着团聚的一家人 张军 王华群夫妇 对于儿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以后就在这家里边 对啊 好好生活 好好过日子 接下来 对 接下来准备去 去学人们技术嘛 对 学人们技术 然后养活自己 自己养活自己 对 以后要对爸妈孝心有 对 这个是一定有的 希望家乡的温暖 还有亲人的关爱 能够让张杰真正地获得新生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 黄先生寻找母亲的事情 在四十多年前呢 黄先生的母亲被拐卖到了浙江 然后生下了黄先生 之后呢 她的母亲遭遇家暴 不忍家暴呢 逃跑 撇下了黄先生 现如今 41岁的黄先生 从浙江专门来到了重庆 寻找她的亲生母亲 就想当面叫一声妈妈 那都听到别人的那些叫妈妈 像我们没有妈妈的 也是个很不是滋味的一个 四十多年前 黄先生的母亲从重庆 被拐卖到了浙江 一直遭受打骂虐待 在1977年生下黄先生后 母亲逃回了重庆 此后 母子俩只见过两面 第一次是在黄先生八九岁时 母亲回浙江看过她一次 第二次是在黄先生 十八九岁的时候 她来重庆找过母亲 这三张照片 就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拍的 这个是我妈妈 这个是我自己 这是差不多照了 二十年左右的相片了 黄先生说 她曾经痛恨自己的家庭 也恨过母亲 没有照顾自己 成年后 她才认识到 带给自己不幸的罪魁祸首 是人贩子 而母亲更是受害者 你觉得母亲容易吗 不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自己不想待的地方 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肯定是 如今人到中年成家立业 她越来越心疼母亲 思念母亲 她在派出所查询到 母亲的户籍地址 在渝中区雕家巷八号 赶过去才发现 那里早已拆迁 盖起了新楼盘 如果能找到母亲 你想做什么呢 第一次 第一个就是想先看看她 看到她 找到了 就是想看清看到她 这个心里就踏实 黄先生记得 母亲有一个妹妹 也就是她的姨妈 于是她去了一趟派出所 凭着隐约的记忆 尝试去查询姨妈的户籍信息 然后拍到时候也查到了 后来刚好 你昨天晚上的电视台播出了 然后我 舅妈 然后也看到了 打电话给我 她也联系我了 已经 黄先生终于从亲人的口中 得知了母亲的下落 原来母亲现在福建打工 带着期待和忐忑的心情 黄先生和母亲取得了联系 这对分别数十年的母子 在听到彼此的声音时 都感到五味杂陈 电话里联系视频聊天 微信通过 都很开心 视频看到母亲那一刻 是什么心情 这个我还真的说出来 这种 怎么不出来 说不说高兴的那种感觉 你刚才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 是 对对对 他觉得有儿子 小弟妈 我不考虑到我的儿子 他会认识的 你儿子一直都想着你呢 孙子 孙女 这个你看照片了吗 看到了 我很高兴 我眼睛就已经出来 我塞到了 就是很开心的 反正很激动的那种感觉 有叫到妈 有人应你的这种感觉 有人叫妈的 他儿子这样子的 那种感觉是 很少的呢 就是很少很少 叫过听过这种感觉 在你四十多年的这个生命里 也没有多少次 是吧 对 四十多年里 也没有几天叫过妈 妈妈 月光之下 静静地我想你了 在得到母亲的同意后 黄先生火速买了飞机票 他恨不得 马上就到母亲的跟前 当面兔兔快快叫一声妈 今天晚上啊 儿子就过去找您了 那您心情怎么样啊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就哭了 我就是考虑到 我自己没钱 所以现在还在外面听命 听命的去 考虑他们自己过得好 就可以了 我一直想考虑他们 不是这样子 看一下我自己 自己没有了 有了你 我才有家 离别随斑不及时 天涯 一位饱受苦难的母亲 那我们也了解到 黄先生最终见到了 自己的亲生母亲 了了自己的心愿 也真心地为他们高兴 来关注下一件事情 前两年 27名阿富汗先心病的患儿 抵达了新疆乌鲁木齐 接受一带一路 大病患儿人到救助 我们来看看记者 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来自阿富汗的27名先心病患儿 在他们家长的陪同下 24号就顺利 抵达了乌鲁木齐 并在这所医院进行了入住 那经过一天晚上的 休息和调整 现在医生正在为 这些孩子的身体 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以此来确定 他们之后的手术治疗方案 那这27名患儿 也是一带一路 大病患儿人到救助计划 阿富汗行动的第四批 第四批27名先心病患儿中 最小的两岁最大的是 阿富汗巴米扬的 苏莱伊曼今年三岁 苏莱伊曼有两个姐姐 三个哥哥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苏莱伊曼的父亲 阿富汗米尔告诉我们 苏莱伊曼一岁的时候 平均二十几天 就要感冒发烧一次 并且胸部和头部 经常疼痛不止 在医院进行检查后 家人才得知 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让阿富汗米尔夫妇 寝食难安 孩子得了这种病 让我感觉特别内疚 但是无能为力 在阿富汗 新兴病的手术费用 约合四到五万元之民币 这对于主要靠种植农作物为生的 阿富汗米尔医家来说 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大树子 迫于无奈 阿富汗米尔只能选择让孩子吃药来维持 但随着苏莱伊曼年龄的增长 阿富汗米尔发现 孩子的语言表达似乎也出现了问题 我发现我的孩子只能听别人说话 但是不会自己说话 而且有时心脏疼 有时头疼 哭得厉害 这一情况让夫妇俩越发地担心孩子的病情 他们迫切希望孩子能尽早得到治疗 恢复健康 但高昂的手术治疗费用 让阿富汗米尔一筹莫展 不仅如此 由于阿富汗多年战乱 局势不稳 基础医疗设施薄弱 约有10%的先性病儿童 因为错失救治的最佳时机而早逝 2017年8月 应阿富汗红星月会请求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部署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启动了 一带一路大病患儿人道救助计划 阿富汗行动 计划投入资金750万元 按照优先救济最紧迫者的原则 救助100名阿富汗先性病儿童 中国的医生到阿富汗进行筛查 第一批的孩子是2017年的8月份 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接受了手术 那么今天来的是整个的第四批孩子 第四批的孩子是27个 加在一起我们就完成了100名先性病 阿富汗先性病患儿的救助 这一次苏莱伊曼幸运地成为了 第四批接受救治的孩子之一 为保障救治行动达到预期效果 来自北京 上海和新疆的 国内知名小儿心脏病专家 组成联合专家组 为每名患儿制定手术方案 预计在随后的4到5天时间里 陆续为27名患儿完成手术治疗 这个病人的特点现在跟我们国内的先性 有点不太一样 一个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偏大 那么比较偏重 很多孩子已经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苏莱伊曼这个孩子 他虽然心脏的畸形不是十分的复杂 但是他那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 一般的话如果能够手术效果满意的话 那基本肺动的压力 可以慢慢慢慢恢复到基金正常的水平 据了解自2017年2月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思路不爱基金成立以来 该基金已先后在23个国家展开人道行动 资助开展中巴急救走廊项目 一带一路大病患而人道救助计划 阿富汗行动 蒙古国行动等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接下来我们关注道路交通安全 下面您看到的几位驾驶员 有的酒驾 有的涉嫌开套牌车 甚至还有的开着报废车逃逸 事发当天 在甘肃兰州的海石湾收费站站前广场 一辆洒水车与一辆红色轿车相撞 民警经初步勘察确定 洒水车逆向行驶 洒水车驾驶员涉嫌酒驾 你喝酒了 你喝酒还开车了 出示你的驾驶心是这 没有 车有没有出去 没有 你驾驶有没有 我驾驶驾了 在现场洒水车驾驶员 无法出示个人和车辆的任何有效症状 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 它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468.7毫克 已经达到最久驾驶的标准 目前驾驶人米某因涉嫌无证驾驶 套牌等多项违法行为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扣留机动车 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罚款5000元 同时米某还涉嫌罪驾 现已被移交当地检察院审查起诉 近日在云南昆明 一对新婚夫妇结婚当天要用的主婚车 还没开出去 就被交警告知是一辆套牌车 交警通过道路卡口预警查询之后 在一购物停车场内 找到了这辆疑似套牌的黑色轿车 由于驾驶员不是这辆套牌车的车主 不清楚车辆的具体情况 交警只好先暂扣了车辆和驾驶人的驾驶证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 近日在湖南易洋 当地民警在长沙至张家界高速上巡逻时 发现一辆小客车行迹可疑 经查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公告报废 车辆的牌号是假的 且与驾驶员贺某驾驶证 在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 进一步检查时 民警发现车上还装满了假烟 民警从车上搜出了四幅号牌 都是假牌照 还搜出了27箱香烟 检查中我们发现驾驶员贺某 驾驶证是摩托车证 没有开小车的资质 民警随即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并收缴涉案假牌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驾驶员贺某因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机动车 驾驶与驾驶证在明的准驾车型 不相符合的车辆 使用伪造电造机动车号牌 非紧急情况下 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等违法行为 被处罚款6200元 调销驾驶证行政拘留20日 目前贺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诊板中 前几天在甘肃九泉的一个水电站里 突然间闯入一头棕熊 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 这个棕熊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没有办法靠近 这下子可难坏了救援人员 吗 妙兽仍然不错 但这下子可难坏了救援人员 这下子可难坏了救援人员 除了救援人员 他能坏了救援人员 对我都不会老公 阵犯人员 对我都不会没有吸引人员 这下子警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